我们要了解美国的真正的核心价值 有时候我们要了解美国民主自由人权 我敬请大家看安静 是川普心思手软 还是他根本就无能为力呢 其实面对新闻媒体只能仰天长叹的 又岂止川普总统一人 尼克松总统就曾说过 我们最糟糕的敌人 看来是新闻界 而越战美军总司令 威斯特·摩兰将军 也曾引用拿破仑的名言 三份不友善的报纸 比一千把刺刀更为可怕 这些人都可谓是位高权重 但为何对于媒体 除了牢骚之外 就再无办法可想呢 这个还要从川普总统最常诟病的媒体 纽约时报说起 1960年3月29日 非人民权领袖 马丁路德·金等四名牧师 联络了64位著名民权人士 购买纽约时报的一个整版篇幅 刊登提委请倾听他们的呐喊的政治宣传广告 为民权运动基金募款 这幅广告猛烈地抨击了美国南方各级政府 镇压民权示威的行径 其中特别谴责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力士警方 以恐怖浪潮对待非暴力示威群众的行为 广告还称 这些南方的违宪者正在一意无形 镇压和消灭黑人民权运动 以及其领袖马丁路德金 但是 广告在多个细节都不真实 比如 马丁路德金只背不过四次 但广告上却说有七次 而且有四名黑人牧师的名字是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列入广告署名中的 另外 警方对广告中南方的违宪者的提法特别恼火 联邦最高法院在1954年的布朗案中指示判决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违宪 并未涉及其他领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 蔡立文是蒙哥马丽市的民选市政专员 负责当地的警察局 虽然广告并无一处提起她的名字 但无疑所针对的正是她的职责范围 于是 她先是写信给纽约时报抗议 继之 将纽约时报 连同在广告中署名的四名黑人牧师 一起靠到了法院 称他们严重损害了她 作为警方首脑的名誉 犯有诽谤罪 所以要求50万美元的名誉赔偿费 当时阿阿巴马州的州长 约翰佩特森也对纽约时报提出抗议 纽约时报不得不在5月16日 刊登了对佩特森州长的道歉 并表示 刊登一份广告 并不反映该报编辑部的意见 根据阿阿巴马州的法律 只要证明出版物的文字是诽谤 即使原告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自己金钱上的损失 也可以提出民事赔偿要求 据此 蒙哥马力士地方法院陪审团判决 被告纽约时报应付原告 50万美元名誉损失费 纽约时报表示不服 而且 作为自由派的大本营 不得不把官司闹大 否则 以后类似的官司还会接踵而来 经过两年 官司打到了阿阿巴马州最高法院 纽约时报的立场是 对报纸的诽谤罪裁定 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1962年8月 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 并给诽谤罪下了一个很宽的定义 任何刊出的文字 只要有损被诽谤者的声誉或生意 或是指责其犯有可被起诉的罪行 或是使其受到公众的蔑视 这些文字便构成了诽谤 于是 孤注一掷的纽约时报聘请了 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宪法权威 维克斯的教授 和前司法部长布鲁内尔维律师 把官司一直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这一官司时官重大 涉及到对公职人员的舆论监督 更涉及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这样的基本公众自由问题 所以接下了这一案子 1964年3月 最高法院以酒票对零票 一致否决了地方法院的判决 起草判决书的 并非首席大法官沃伦 而是民主党布鲁南大法官 在3月9日判决书的宣读中 布鲁南大法官指出 让新闻媒体 保证每一条新闻报道都真实无误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在美国 普遍认同的原则是 对于公众事务的辩论 应当是毫无拘束 且广泛公开的 他可以针对政府和公职官员 发出一些激烈的 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快的抨击 本案所涉及的广告 就是对当今重大公共问题 表示不满的抗议 他显然有钱得到保护 即使他的个别细节失实 有损当事官员名誉 也不能成为压制新闻 和言论自由的理由 他仍然应该得到 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只有这样 言论自由才有存在所需的空间 如果 以法规强迫政府批评者 必须保证其所述情况全部属实 否则极有诽谤罪 并处以赔偿 那便可能导致 新闻自我检查 此外 最高法院还针对 公职官员提出的诽谤案 申明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 即当政府公职官员 因处理公众事务 遭受批评和指责 从而使个人名誉受到损害时 不能动辄以诽谤罪起诉 和要求金钱赔偿 除非公职官员能拿出证据 证明这种指责是出于真正的恶意 什么是真正的恶意呢 最高法院解释说 那就是 明知其言虚假 且不在乎其虚假 而本案中的政治广告 由包括罗斯福总统夫人在内的64位名人连署 如果他们预先知道 某些内容不实 显然不会轻易签名 纽约时报基于对这些社会贤达的信任 而为在座精确的核对 因此 他们的行为不属于故意诽谤 不能证明时报对萨利文有真正的乐意 九位大法官中的布莱克大法官 道格拉斯大法官和哥德堡大法官 更是将宪法第一修正案宽泛化和绝对化 他们认为 无条件 随心所预理言说公共事务 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最低保证 言下之意即便批评者有乐意 其言论自由也应当得到保护 最高法院大法官以上的解释 如同赋予了美国整个新闻媒体借一道免死金牌 于是在判决公布之后几个小时 纽约时报发表声明称法庭的意见 使得新闻自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保证 然而一些缺少资历的新闻媒体 开始滥用至于宪法所赋予的特权 他们出于狭隘的利益与立场 对他们所讨厌的人物进行不遗余力的谩骂攻击 严重损害了后者的形象和名誉 这种对言论自由的宽泛解释 已让一些被冠以公众人物的平民百姓 在受到诽谤后状告无门 终于最高法院也不得不重新考虑 真正恶意原则的适用范围和具体标准 1974年最高法院在盖茨律师 诉美国舆论月刊案中 一无比四的投票结果 对纽约时报案的原则做了重大限制 裁定他不是用非官员和非公众人物的诽谤案 疾病诽谤涉及公共关注的事情 虽然最高法院依旧不承认赋予媒体过多的权力 但总算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补救 美国最高法院对纽约时报案的判决 是否有失均衡和明智 在美国学术界一直褒贬不一 但对美国新闻界而言 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判决 他实际上为新闻媒体批评政府官员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法律保障 约翰逊总统 尼克松总统都成了新闻舆论的牺牲品 新闻界虽然堪称无敏之王 但还是游泳者敢于教训过分自由化了的他们 节目开头所提到的越战总司令 威斯特·摩兰将军 在他退休多年后 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题为 《无数的敌人》的纪录片中 声称当年威斯特·摩兰将军 向总统和五角大额提供了虚假情报 夸大北越军队的实力 致使美国在越战泥潭中欲陷欲深 他反而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以故意诽谤美军名誉为由告上法庭 所赔1亿2000万美元 虽然4年后 两道撤回的起诉 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已花费了200万美元律师费 此案也算给了美国新闻媒体 一个深刻的教训 只是 威斯特·摩兰将军 既有美国军方撑腰 又有保守派基金会的财政支持 若换个常人要跟新闻界较量 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要打赢与新闻媒体的官司 需要三个条件 一要证明是不是知词 二要证明怀有恶意 三要证明受到实际伤害 且前提是 受害人还不能是名人政客 而一个非名人政客的平常人 又从哪里去找足以支持诉讼的经费 在美国 作为一个行业 受到宪法保护的只有新闻界这一家 他虽然享有这一特权 但并没有特别的责任 也没有更高的道德追求 仍然和其他行业一样 以追逐盈利为目的 那么 又有谁来监督新闻界的所作所为呢 为了扩大报刊的发行量 和广播电视的收听收视率 新闻界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比如 把总统川普弄得斯文扫地 但是 为了防止读者和观众的减少 他们极少承认有过诽谤 赔偿过受到他伤害的平民 而且 为了防止投资者的不悦 他们对揭露华尔街的黑幕 似乎从来也不那么积极 而且 新闻媒体在自我监督方面 更是差强人意 人们只能寄希望于 新闻界内部的多元和多层次竞争 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但行业内部 究竟是竞争更多还是共同利益更多呢 如果 为了共同的利益 多数的媒体指路为马 虽然还有一两个良心媒体坚持真相 但一旦媒体造成了人群中的共识 事实是怎样就不再重要了 所以 只要最高法院 没有收回1964年发出的 新闻界的免死金牌 监督媒体的 就只有道德而没有法律 那么 期望每天看到的不是假媒体假新闻 也就只能全凭运气 但如果运气真的不好 也至多只能学学川普总统 骂骂而已 而且我希望你们都要知道 我们正在斗争的媒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